製作褲子部分的模型 製作褲子部分的模型 我們會利用原本的身體的模型來做修改 因為我們的造型裡面 它褲子是比較緊貼原本的身體的腿部 所以我们现在将原本freeze起来的身体 在Display指定栏里面 我们先执行UnfreezeAll 将整个冻结起来的部分先做Unfreeze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选取到身体的模型 接着我们把衣服的模型 先hi起来先隐藏 选择HiSelect 这个时候我们选取身体的模型 在Editor功能表这边 我们执行Clone复制指令 选择Copy模式 用单纯的复制就可以了 选择OK 现在我们把模型复制到旁边 方便做处理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把复制出来的模型 用Tools指令栏里面的IsoLeg Selection单独显示 它一样是整个全身的模型 可是我们在这个模型里面 我们只需要它的裤子的部分 我们切回Modify 将Mesh Smooth先删除 删除之后 我们把目前的这个状态 Modify的指令堆叠 执行CollapseAll 让它变成单纯的Polygon编辑 再来开启面的编辑指选项 我们选取裤子需要用到的部分 这里我们直接转到适合框选的角度 我们直接用框选 框选之后我们观察一下 把多余的不必要的面 排除掉 观察框选到的部位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就可以将面独立出来 做成裤子的模型 到下方 edit geometry 集合编辑这一栏 执行detach指令 并且呢 确定一个名称 在这边呢 我们不做更改 直接按OK 确认之后呢 我们可以发现 目前的模型呢 它就变成原本的身体的模型 跟裤子部分的模型分开来 好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裤子部分的模型 我们将身体部分模型呢 可以按delete键 将它做删除 删除之后呢 它会自动离开 isolate selection mode 好 现在我们把裤子的模型 移动到 我们的 真正的角色的模型的身上 这边呢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调整 因为呢 它是直接从我们的 身体的模型复制出来 所以 它会有一个状况就是 它会完全 紧贴在我们的模型上 我们必须要让它 比较 大一点也就是说 往外扩张一些 好 我们先 将 裤子的颜色做修正 比较容易 做判别 好 我们打开材质编辑器 在这边呢 裤子的部分呢 我们选取 一个灰色的材质球 然后 做一个简单的命名 这个命名呢 只要 可以 区分就可以了 好 我们将 裤子的材质呢 改成 双面材质 然后呢 选取裤子的模型 执行 Assign material to selection 这时候裤子的颜色呢 就比较容易做区别 在这边我们让它稍微 比较深色一点 并且呢我们让它稍微有点光泽 这样比较符合我们原始的一个 构想 好 调整好裤子的 材质之后呢 我们 点选裤子的模型 到 Modify 指令栏里面呢我们来 执行MeshSmooth指令 先观察一下 裤子模型做细分之后的结果 好 执行MeshSmooth之后呢你会发现 因为太过于贴身了所以呢 有很多地方是穿透的 我们必须要让它整个往外扩张 好在Mesh里面呢有一个指令 简单的指令可以让它整个往外扩张 我们在 指令堆叠选回 EditPoly这边 好把 看到最后结果的Show and Result 这个指令打开 来 接下来 我们到下方 找到一个 Push指令 Push指令呢 字面上翻译就是往外推的意思 所以 当我们执行Push指令之后 我们把数值 拉高 它就会根据 Polygon的每一个面呢 将它往外推 这样子呢 裤子呢 就会 比较往外扩张一些 我们 可以 来 来 确认一下 目前的 裤子的一个 状态 好 现在呢 因为我们 利用Push指令往外推 所以它整个覆盖在原本的皮肤的上一层 这样子呢 裤子就可以很简易的完成了 我们下期再见 另一道 到最后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在这边 大家 现在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